大家好,我是老外約翰,歡迎來到約翰的小廚房。 聖誕節和新年都過出了,大家假裝一定會有很多熊魚的烤火雞肉和烤火腿肉。 是不是已經吃了? 今天,我就來教大家如何巧妙地利用熊魚的火腿來做一道美味的新菜。 首先,我們來切火腿。 取一塊火腿肉,切成1.5厘米的大小小丁。 然後,將兩顆大蒜去皮,壓扁,切碎。 接著,將洋蔥切成小丁。 切洋蔥丁的小廚們,我在義大利開胃菜普切的一集中詳細介紹過。 鍋中,加入少許橄欖油和鹽。 然後,加入洋蔥丁翻炒。 炒至洋蔥變軟,變得半透明時,加入蘑菇繼續煸炒。 。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加入適量現磨黑胡椒和鹽。 蘑菇炒至7分熟食,加入切好的火腿中,拌勻。 。 取一個橡果南瓜。 用刀的尖端在南瓜頂部刻出花紋形狀。 。 然後,把南瓜子都挖出來。 挖出的南瓜子不用丟掉,可以洗乾淨。 加少許鹽和油。 放入烤生烤蟲瓜子等做零食。 下面,我們把火腿填入掏空的南瓜中。 加的時候,一邊用勺子壓進食。 。 加滿火腿後,蓋上南瓜毛子。 將整個南瓜放入烤箱。 190攝氏度烤至40分鐘。 。 烤好後的南瓜,揭開蓋子。 撒上少許蔥花點綴,就可以吃辣。 南瓜香甜,火腿鮮梅,絕對美味。 。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期的約翰的小廚房。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,或者喜歡我,或者喜歡火腿,或者喜歡南瓜,請點讚,留言,分享,關注,投硬幣。 我們下次再見。 拜拜!